哈囉,我是Ginny 今天要來教你一步一步完成基礎底妝的所有步驟 那我之前已經有分享過化妝順序的講解 大家可以先參考這一支影片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不管你是完全沒有幫自己化過妝的超級新手 或是你偶爾會上妝 但還是常常搞不清楚步驟 今天就會為你解答囉 我現在就從素顏開始一步一步來囉 今天會以底妝示範為主 會把眼妝先跳過 首先絕對是要先洗臉 洗完臉之後呢 你就擦上你日常的保養品 像是化妝水乳液等等就可以開始上妝啦 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讓新手常常覺得很困惑的妝前乳 妝前乳到底該不該使用呢 我手上這罐是VDL的妝前乳 還有YSL的水凝露 這兩個呢都是在粉底之前使用 功效完全不同 VDL它是屬於有珠光顆粒存在的化妝品 但水凝露這一個它就是屬於真的是保養的部分 它是用來提亮你的肌膚打造比較有光感的妝容 用量足夠的話 它的珠光會非常的閃 然後很漂亮 像這樣子啊我覺得比較適合重點的提亮 譬如說你可以用在T字部位或者是兩頰蘋果肌的地方 它可以讓蘋果肌有膨起來的感覺 但是要非常小心的就是像這樣子珠光非常閃的產品呢 如果你的兩頰粉刺痘痘比較多 那你千萬不要擦 因為它會讓你的瑕疵更明顯 那你可能T字部位是沒有面泡問題 那你可以用在T字部位當作打亮囉 好那YSL這一罐水凝露呢 它就是用來讓你的妝比較服貼 可以提升保濕度滋潤度 如果你剛才擦的保養品已經夠保濕夠滋潤 那當然是可以省略掉這個啦 像這兩樣產品我就會擇衣使用 再來防曬乳跟蛤蜊霜可以擇衣就好 那麼兩個的差別呢 就在於蛤蜊霜有潤色效果 可以修飾你的膚色 很多品牌的蛤蜊霜有出很多顏色 例如綠色啊 綠色可以修飾你的泛紅肌膚嘛 然後紫色可以修正辣黃肌 粉紅色增加好氣色等等 如果你擦的是白色的防曬乳 你想要再修飾你的膚色問題 你就可以再使用勢底乳 那勢底乳是要幹嘛的呢 主要就是修飾你的膚色問題 像我剛剛有提到的 綠色可以修飾泛紅肌 紫色可以修正辣黃肌 那這些呢都是局部做使用即可 你可以不用全臉都擦 接著到底是遮瑕先還是粉底先呢 這段會說的比較長一點 之前的部做講件影片有提到 遮瑕可以按照他們的質地不同 來分順序的不同 那可是如果撇除質地不說的話 其實遮瑕跟粉底誰先上都可以 如果你的粉底液是遮瑕力比較高的話 那你上完粉底液之後 可能就不用再使用遮瑕產品啦 如果不想用粉底的人呢 也是可以用遮瑕產品來取代粉底的 並不是一定要將每個產品都放在你的臉上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來調整步驟 你可以直接省略粉底液這個步驟 可能你前面已經擦了格力霜 或者是遮底乳 那你現在想要局部的遮瑕 最後呢再拍上粉餅 那這樣子的妝感也是很好看的唷 如果你使用的是BB霜 那你可以直接BB霜接著遮瑕 就可以出門了 我現在要直接使用 有一點點遮瑕能力的粉底液 穿完粉底液之後呢 我的黑眼圈還是在 所以我會用遮瑕膏 還有搭配刷子來遮瑕 可以在選擇比較淺的遮瑕 或者是你有亮彩筆的話 我就會再提亮局部 那麼蜜粉跟粉餅 到底要使用哪一個呢 是這兩個的選擇 我有的時候會看心情 跟看今天要出門的狀況如何 如果你是油性肌膚 很油很油的那一種 我強烈建議呢 你一定要使用可以控油的蜜粉 或是蜜粉餅 像我是混合機 T字部位出油 夏天我就會用可以控油的蜜粉 拍在T字部位 那可能兩家就會比較少一些 如果是非常乾 無敵乾的乾性肌膚 我強烈建議不要使用蜜粉 可以用粉餅 我自己的習慣是用腮紅之前 我會用大量 腮紅要用在什麼時候呢 如果是像這樣子的粉狀腮紅 其實用在什麼時候都可以 如果是高粽或液態的腮紅 你可以用在蜜粉之前 眉毛因為我有霧眉了 所以有眉粉直接帶過 順便修鼻印 我的最後一個步驟是唇彩 這樣子基礎底妝就完成啦 那有些人可能會疑惑說 定妝噴霧到底需不需要呢 這真的也是看個人想不想要不一樣的妝效 像這一罐它就是噴了會比較有光澤感 把化妝步驟拆解來看是不是覺得不會太困難 你可以多多嘗試 還有為你自己設定一個 適合你自己的 膚質風格的化妝方式 並不是一定或是絕對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 一定要幫我按個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也別忘了要追蹤我的IG 還有FB在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zosta了 這件事 我們繼續努力